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大哥 在你心中 我到底是什么呢 还来不及说一声 珍重 不 既不回头 和心深重 神佛也不能决定我的命 我们三人要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吃到了 玩到了 屏虎的本姑娘 就是这个下场 我在哪里 这是怎么了 哇哇 这黑区区的是什么鬼东西啊 莫非是罗刹鬼婆的首相 诶 这些剑诀我是如何吸得的 莫非我就是传说中的武学天才 此外 无法免得 虚子 虚子 尼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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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哪里是天才 分明是个呆子 月 月 喜哥妹子 那恶心人的黑怪就是十之猿吧 不止恶心 还会伤害无辜 月如姐 咱们灭了他们 十之猿会不断召唤十怪 却尽快灭掉它 夫妇 莫不是天玄门弟子 在下李逍遥 并非天玄门弟子 而是石城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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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着 不对啊 我好像只是个殿小二啊 殿小二 这就是大隐隐于世吧 看来我们不必担心这客栈附近的安危了 那当然 有我作证 哪来的妖魔鬼怪 那 明二位是打尖还是铸颠 不必了 我还有要事 告辞了 月如姐 那你先在这儿住下 我处理完门内事物就来陪你 看不出来啊 你这等身手 居然只是个殿小二 哼 分明是妖怪在此伪装 利用实在害人 喂 东西可以乱吃 屁可不能乱放 据我们探查 这客栈乃是上月凭空出现于此 这不是蛊惑人心的妖术是什么 我再问你 数日前此地附近数十名百姓无辜失踪 为何你却好端端的 哼 这有什么话 我活得好端端的也有错啊 那你从何处来 又是谁安排你经营这客栈的 我 我从何处来 对呀 我从何处来 我 啞口无言了 制造灾祸劫掠百姓 你这作恶多端的妖孽就该死 她是无辜的 她是无辜的 仙 仙女 这是上次帮我疗伤的仙女姐姐 小瑶哥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冤枉你的 最温柔 最可爱 最心底善良的仙女姐姐 救我 如果逍遥哥哥是罪魁祸首 那她应该用石的力量攻击诸位才对 方才 又为何做清除食灾的事 要擅长伪装 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害人 那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冤枉好人 和害人又有什么区别 灵儿理解大家的心情 我在救治伤者的时候 曾亲眼目睹石灾的危害 所以 我也很想找出始作俑者 我们目前要做的 应该是共同找出幕后黑手 这样才对得起为对抗石灾牺牲的侠士 而不是冤枉无辜 自相残杀 仙女姐姐所言不无道理 这小子与石灾仍脱不了干系 我们会继续调查 今日便先告辞了 你们等着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揪出架后我的幕后黑手 嗯 小姚哥哥 我们一起 这地上怎么有封信 仍须置附近村落寻三十九名活人 通过十支密法吸取其精血 这封信为何突然出现 难道是方才那些人里 有人贼喊捉贼 活人精血 拜月教主 小姚哥哥 这一切可能是拜月教主搞的鬼 拜月 好熟悉 听着就是个古里古怪的老头子 不过 你知道是他就好办了 我还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但根据活人精血这个线索 很可能是他又在喂养水魔生 那是一个上古邪兽 一旦觉醒 必定会带来灾难 是那个老东西搞的鬼吗 我们赶紧去附近村落调查 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是林姑娘 有妖怪绑架村民 快了助我们一臂之力 我们正是为此而来 阿江 别逞强 带村民们走 你确定他这没用的东西能救走他们 呵呵 那就先把你解决掉喽 这下我们要的血应该够了 这下我们要的血应该够了 又来了几个人 这下我们要的血应该够了 教会了就要有血应该够了 妈 毫无论 她的血应该够了 她的血应该够了 都有医生的血洞 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 你们要把村民带去哪里 这位大侠饶命 是 我说 你们 大官 不好 他被伤及肺腑了 若是救治不及时 可能会死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的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可这样下去 小妖哥哥会死掉 不行 只有嘟嘟看了 灵儿妹子 小妖哥哥 你醒了 是你救的我吗 你也受伤了吗 怎么看起来脸色这么差 嗯 来到这里之后 我的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真气消耗过度 才晕倒 不过能救你回来 怎么做都是值得 药 柜子里应该有药 我去尽量一下 那你就会是 我去叫这个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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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她究竟在盘算什么 即便自己灵力损耗殆尽 也要在哪一刻发动灰魂仙梦 到吧 你提到的紫衣女人 与赵灵儿可有不同 若说性情 灵月如相比赵灵儿 少了稳婉亲历 多了刁蛮娇俏 这三人间似乎有很深的羁绊 但只有赵灵儿对过往之事存有记忆 另外 灵月如更像是极强的执念所化 并非此间生人 而且这股执念极强 念力化成的一切都具象人前 若非我有社同之力 恐怕也会如常人般信以为真 一个深情 一个失忆 一个执念所化 当真有趣 对了 你妻子成颖 情况好些了吗 有水魔兽之力 所以 险下她的身子总算恢复了 那在你眼里 她 是个怎样的女人 和赵灵儿 林月如 有何不同 在我眼里 称得上摇曳生姿 倾国倾城 不过 她只是自己 不过 她只是自己 但如果你需要 她可以成为任何人 她要让那些人 都变得不再是自己 去给灵儿 快 sad 疾病 怎么说 还对 的 好 现在 说 咱们快去调查 可是 灵儿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小妖哥哥 我没事的 救人要紧 可是 我听说那里很危险 李大哥 哎呀 月如姐 你怕什么 有我在呢 要不林姑娘你留下来 在安全的地方等我们 那怎么可以 我也要去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你会保护我的吧 李大哥 哎 野蛮丫头今天转性了 人家怎么说也是女孩子 有柔弱的时候 当然也有需要保护的时候呀 你哪一点像女孩子了 你懂什么 我们月如姐 那就巾帼不让须眉 汐哥 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 李大哥 你慢慢就会知道了 我的另一面 哎呀 这猫怎么被押成这样了 阿弥陀佛 看着还有气 救猫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试着给她吹吹气 喵 活了活了 真可怕呀 我正在山崖边吹风附尸 一个破房子从天而降 直接把喵喵我压成这样 好在你救了我 这真是缘分 我在你这开家老猫分号 价格实惠 任君挑选 喵喵 不行不行 我救了你 你还要占我便宜 先加速金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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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猫这儿都是宝贝 你光用眼看 那都算赚到了 花钱 喵更是得赚大钱 小妖哥哥 月如姐姐 你们看这地上的尸体血迹 应该就是喂养水魔兽留下的 那邪兽就在这附近 不然伴月怎么喂它 总不能带着个大东西 跑东跑西的吧 用地脉之力传送鲜血就好了 用石的力量控制鲜血 传输喂养邪兽 西哥啊 西哥 你这是给我找了个大麻烦哪 你 你堂堂天玄门寿主 怎么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坏人为非坐台 月如姐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罢了 既然都查到这个地步了 总不能假装看不到 看来我们来晚一步 此处已被废弃了 残存的石借地脉之力不断催生 竟凝聚出了煞 咱们不仅要除去杀 还要将被石污染的地脉阻断 一绝后患 去死吧 这江湖是有多讨厌妖怪 想要守护世人 还有最后一处 有我来阻断吧 啊 灵儿 好家伙 仙女 怎么变成蛇妖了 蛇妖 蛇妖是会吃人的 该死的蛇妖 哪里逃 仙女竟然是蛇妖变的 北夜禅师 只有北夜禅师才能降服妖女 不许胡说 灵儿怎么会是妖怪 这件事我查清楚之前 不许你们造谣 怪 怪不得当初她袒护你 原来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这位老兄 瞧把你给吓的 舌头撸直再来说话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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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听好了 就算灵儿是妖怪又怎么样 她从没伤害过任何人 倒是你们 除暴安良的本事没有 栽赃嫁祸混淆是非的本事倒是挺厉害 那女人便舍跑了 你们就苟急跳墙了吗 废物 说嘴说不过 打也打不过 不害臊吗 岳 岳如家好帅 太潇洒了吧 哼 咱们去找北夜禅师主持功的 英雄 西哥姑娘 灵儿这件事 你们可有什么线索 赵姑娘是在荒乱中变成半人半蛇的模样 很可能是中了某种妖法毒症 在我天宣门的探查中 确实发现几处洞窟 那里除了人和妖的残之外 也发现半人半妖的合体 不过那些妖人身上都带着石 且实力强大 所以我并未命弟子深入调查 英雄 可否告诉我具体地点 我自己找过去 是昔日某邪教遗留的废墟 那地方险妖的紧 你当真要去 为了灵儿 多危险也要去 赵姑娘医治过我四项门弟子 这次我和你们一起去寻她 你们先回客栈准备 我叫上门内弟子在废墟儿和你们会合 怎么 我方才生气的样子是不是很丑 会不会吓到你了 不 不会 灵姑娘你刚才的样子很美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女孩子 你怎么还叫我灵姑娘呢 不然 该怎么叫 这一路走来 我们早就是伙伴了 既然你都管赵姑娘叫灵儿了 那叫我一声月如妹子 不过分吧 好 月如妹子 这样就可以了吧 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去寻灵儿妹子吧 然后这个小游戏要做 然后用滑鼠点 我是用脾气的 哦 要一直点哦 来 我的滑鼠要坏掉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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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会交叉 可是一直点 没关系吧 可以一直点没关系啊 哦 带一同椅子 哦 这次斗比较多 哦 蛮可爱的 好 每天都要做养殖哦 好 就这样 躲在前面那里 我带你们过去 或者是斗比较准 快这个 像12 了往 速度转 蒙稿 能够穿脉 能够穿散 骂行 这些人不人妖不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话也不会说 李大哥 你冷静些 或许灵儿妹子那个样子和这些妖人无关呢 万一他 灵儿和他们本来就不一样 就算无关 灵儿也绝不会是坏人 阿江 你在这里吗 这姑娘被吓得不轻 李少侠 咱们先将她带回客栈歇息吧 阿江呢 那里面都是些什么 这又是哪儿 我的阿江呢 姑娘 这里是我的客栈 你先别急 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前些日子 我的未婚夫阿江不知哪里听来的消息 说是这儿有高人相助 可以修法得道 不可能 你也看到了 这里面的人已经化成尸轨了 哪里可以修法得道 简直是人间炼狱 如果阿江他真的在里面 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 不会的 就算他死了 我也要找到他的尸身 姑娘 这帮妖怪太可恨了 灵儿到底被他们藏到哪里了 李大哥 有些事情岂不得的 要不你先歇歇吧 你都连这几天没好好休息了 灵儿还处在险境中 我怎么能休息 其实 我很羡慕灵儿妹子 那天你在为她而战的样子真的 真的很打动我 李大哥 我在想 如果 如果有一天 我也遇到危险 你会不会这样去维护我 救我 当然 我相信你的为人 自然不会让别人冤枉你 陷害你的 我和你一样 却又不一样 我会去救你 是因为没人希望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受伤 而我 也会一直陪着你去找灵儿妹子 不管有多危险 逍遥哥哥 灵儿有事相求 这还有张地图 上面标注的 应该是灵儿的位置 灵儿妹子没事 太好了 嗯 我们快去找她 李大哥 等等 我向来不以妖和人区分善恶 但凡事总有万一 如果一切都是谎言 她并非我们想的那样 你会怎么办 月如妹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深处的那个你 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是啊 月如姐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觉得你最近怪怪的 有几个我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正在李大哥你面前的这个我 不是吗 那这个问题 我也只有一个答案 我永远相信灵儿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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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孽 你把灵儿怎么样了 李少侠 你听我说 赵姑娘她 命中vana两小圈 妖兽 hale�箧 machine 滑住一小圈 快停手 妖不一定都是害人的 你应该明白的呀 小妖哥哥 他没害我 你快停手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受伤 多亏了阿江和这位坑皮丝的门人救我 灵儿对不起 我刚才太激动 我 不会 这样才是我的逍遥哥哥 逍遥哥哥 这是阿江 不是华人 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阿江 你是不是有一个未婚妻 蛮精 你是不是看到蛮精了 他在找你 还说会一直找你 是吗 可是我却听说 他要成亲了 嗯 我之前离开 就是去查证这件事 听说马上成婚 孙子里已经挂上了红丑灯了 蛮精 也好 这样也好 他跟着我这种人 只会受苦 拜托你们将这定情信物还给他 就说阿江已经不在了 恭喜他找到个好人家吧 你确定就这样放弃吗 勇敢一点 说不定蛮精还在等你 如果不是我贪图变强 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你初见我这副样子都害怕 更恨恨要蛮精他对着这样的我 过手一辈子 蛮精 蛮精 七天了 你还不死心吗 你希望你娘子在你死后七天就改嫁吗 好 烈 辣 我喜欢 我和你一样 喜欢的东西就绝不放弃 只要你一天没改主意 我和我的弟兄们就在这新婚之地 怎么说文雅点 流连一天 阿姜 没死的话就出来 不然小媳妇就被我抢走喽 阿姜啊 我的窝囊不丢人 偷下小媳妇才丢人 咻咻咻 哪家的狗没抢到实在汪汪大叫啊 这才叫丢人吧 西哥妹子 她这不叫丢人 叫丢狗 小弟弟们也想抢食 来 选老婆选得好 选帮手 选得也不错 够了 别闹了 小娘子心疼我 不打了不打了 少侠 我们见过 不愿 不愿 阿姜这呆子 自己在村口 再加上我派人搜查了很久 也没找到阿姜 恩 索新啊 专达我 这小子还活着 他也有苦衷 他自己现在的样子会吓到蛮精 蛮精怕这个吗 哼 阿江的事情他早预料到了 这样 你们帮蛮精告诉他 他不是不知道蛮精的脾气 有种啊 就自己来找蛮精 有些事不是躲起来就能解决的 博足保佑 碑叶禅师您不愧是大慈大悲的高僧吗 老那已听闻江湖上种种妖魔作祟的传言 只是人变蛇妖一事非同小可 诸位可是亲眼所见 没错啊 大师 赵灵儿突然变成半人半蛇的样子 惊不住我们质问逃走了 嗯 我们都亲眼所见 而且他妖法极强 很快便顿走了 只可惜 我未能追上 妖艺善伪装 罪杀人无形 此犯实在如此泛滥 想必同他不无干系 可恶 他极力维护那个可疑的殿小二世 咱们就该想到了 阿弥陀佛 妖孽横行 苦得最终还是黎民百姓 还请禅师出手 就无辜人与水深火热之中啊 贫僧自然不会束手旁观 只是这妖艺不仅擅长谋算伪装 其背后势力更加盘根错节 若要斩草出根 诸位侠客同样众人再见 禅师您放心 我背定当视死如归 以身殉道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哎呀 早知道就不费事了 直接逼着阿强去找蛮精 现在还来得及 咱们去说服阿强 哎呀 阿强 你还在磨叽什么 赶快去找他呀 不行 我练武练武不行 现在又这个样子 或许时间一长 蛮精他 他就忘了我这么个人了 不能放弃 你以为你的做法很伟大吗 到头来只会毁了你和蛮精两个人 苦海乌鸦 回头是岸 北野禅师 请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赵施主 礼施主 若愿放下屠刀 斩断孽缘 老那愿以菩提心度化二人 如果冤枉无辜就是你的菩提心 这幅好心肠 不要也罢 大胆 敢污蔑悲夜禅师 赵灵儿炼化妖人合体 勾结鬼魄 失望制造尸鬼 证据确凿 容不得你狡辩 我们学武功不是用来对付坏人的吗 为什么要伤害灵儿姑娘 这声音 阿姜 你是阿姜 阿姜 你原来是妖 你们 灵儿姑娘替你们医过伤啊 你们 你一个一世无成的臭小子懂什么 杀足够多的妖 才能够扬明天下 我换了这副皮囊才看明白 赵姑娘没有伤害过一个人 为什么要被你们欺负 因为你们根本不能算作人 做人最基本的正义 廉耻 你们统统都没有 既然如此 我干嘛还要对你们仁义相待 来吧 我鬼魄师王 今天就要灭掉第一个人 你这自甘堕落的妖怪 我绝不饶恕 谁敢伤害灵儿一根寒毛 我便让他们全都陪葬 善哉 几位施主明顽不灵 老那也只有以佛法斗化诸位了 阿弥陀佛 妖孽猖獗不宜久战 诸位施主且同我一道返回佛寺 以从长计议 打不过就想跑 哪有这种便宜事 月如 你为什么阻拦我 不对 月如姐姐被控制了 你干嘛 快放了月如姐 想救她就来弃魂领 可恶 这人居然敢利用月如 小妖哥哥 我去追那个老和尚 看他要做什么恶 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 去救月如姐姐要紧 月如姐姐现在的处境未知 你要先学会月如姐姐 我之前救治的一些善野精怪 都会帮你的 我也和你一起去 我不会让那个怪男人伤害月如姐的 阿弥 还在犹豫吗 别让满井等太久 我去找蛮精 我去找蛮精 小妖哥哥 找月如姐姐要紧 你快去 剑之所向 春蓝 好端端的你又做什么要啊 咦咦咦 凶什么凶啊 都怪这里有好几股很强的执念互相激荡了 这下可好 灵脑突然一变 这些死鬼都跑出来了 死开了 臭东西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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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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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若有情 也是如此 他是他 他也不是他 无情与有情之间 你可有第三条路 愧 乃是此局之关键 成颖 你是做大事的人 别让我失望 我的蝴蝶会在这场戏中赋予他所有的喜怒哀乐 李兄小心 可恶 这些妖怪杀也杀不完 那古怪男人说的地方就在前面了 你先去救月如姐 我们殿后 这里好冷 李大哥 为了我奔波 你一定很累了吧 语如 你这是做什么 想知道 打赢我再说 比武招亲是我一时大意败给了你 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想不到吗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决 你无聊 不服来战 李大哥 我很开心 谢谢你给了我答案 月如 你真的是月如吗 在我心里 有一个人 初次见面 我只知道他是个呆瓜小贼 谁知道 他却胆敢将我吊在树上 呆瓜小贼 而之后的比武招亲 我 凌家宝大小姐 她口中的野蛮丫头 就这样败给了她 那一刻 我的心也 比武招亲 那是 一个人的心中究竟可以安放多少人多少爱 毕竟 她的心中也还有另一个她 我也曾问过她 而在她心中 我到底是什么呢 我始终没得到答案 上天垂怜 直到尚书府内 我们终许下承诺 你还记得吗 好吧 等我找到灵儿的下落 把一切事情都结束后 我带你四处游山玩水 一同吃遍天下真味 看遍人间美景 吃到了 玩到了 可是 一切都毁于索妖塔了 月如 月如 是你 哀莫大于心思 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下词再说而已 是我 是我的错 我不该那样对你 所以李大哥 这一次忘记他好吗 只有我和你 一直一直生活在一起 答应我 好吗 我们三个要一直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你不喜欢吗 不喜欢曾经刁蛮又无力取闹的我 我可以改 改成任何你喜欢的样子 不 你不是月如 我不是她还能是谁呢 还是你觉得 林月如已死 我不过是她的影子 这都怪我 都怪我 那你杀了我吧 就像索妖塔巨师砸下的那一刻 一切纠缠也就都结束了 你恨我也好 怨我也好 等到事情结束 下不去手吗 在索妖塔的那一刻为了救你 我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现在你只要把剑插在我心口 那我的心也就死了 从此这世上再无灵月如 你 忍心吗 月如 我明教逍遥 死生却注定无法逍遥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办 所以 原谅我 李大哥 我不会怨你 也从未怪过你 月如 谢谢你 谁 你就是你 别人看来再刁满 再无理取闹 也都是我的月如 我不允许 绝不会让别人去改变你 蝴蝶 是这些蝴蝶控制了月如 小哥手段不错 记住 是你感动了我的蝴蝶 并非我输给了你 灵月如这妹子我喜欢得很 你以后若再害她受伤 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不让你来 就走 我可以想得了 我这些蝴蝶 就给你了 我这些蝴蝶 我偏不 剪的能量一定又大又多 就怕成影的蝴蝶消瘦不起 好强的执念 玉池狼的手臂怕是又要发光了 无所谓 不过各取所需 对了 怎么不见灵儿妹子 你欺负她了 赵姑娘被卑叶老和尚骗走了 什么 他们去哪了 我已派四项门弟子去探听消息了 你们别急 多谢 你们让开 我要去救灵儿 禅师悲悯 要用画妖之法净化赵妖女 万万不能让你们打扰 静化 她只是个柔弱的女孩子 你们把她求入那种地方 岂不是要知她于死地 要陪魔物四处作恶 本该打入无间地狱 李大哥 不用和他们废话了 直接闯过去 林姑娘 你一向极恶如仇 为何也要为了妖怪背叛我们 很遗憾 你们口中的灵姑娘 乃是被他人附身利用的傀儡 但她至死没有背叛你们 而我也一样 至死不会背叛我要守护的人 所以别废话 出招吧 在下林月如 她 当真没有背叛我们吗 不 还没结束 我要去找禅师 我还要扬名立万 我还没有输 哎呀 这白痴要被打几次才能明白 这世上 真的存在不会背叛的感情吗 老婷 你怎么了 她来了 我不许你伤害他们 施主误会了 老娜只为度化红尘迷途之人 不然 真正受伤的只会是施主 白痴 你不用再伪装了 想要哥哥相信我 他不会上你的当 蜘蛻 亦嘩 元来你需要的只是相信嘛 贫僧看来 红尘之爱很多种 但一心一意的爱 只有一种 你其实是在乎的吧 啊 李少侠 我们查到赵姑娘的所在了 在鬼明谷那边 在哪里 有多少鬼 比鬼还可怕了 总之咱们一块儿去吧 原来月如姐当时被坏蛋控制了 我说那时候你怎么怪怪的 当时那坏人控制我做了些什么 我要说吗 我怕你听了生气 我生气是去打那些坏人 助你生气干嘛 你当时就各种 各种勾野李少侠 还假装弱弱弱 该死的老坏蛋 做了做到我身上 别生气 别生气 到时候我陪你去灭了他 这儿再去玩吧 我有点儿 我就去找你 我一定会 谢谢你 就要来找你 我啊 我要去找你 挂停啊 这里 我吃了 你干嘛 这儿 我要去找你 似曾相识到可怕 妖 都该死 维护妖的人 也该死 你是 妖 老丁 你这辈子不是最讨厌 妖 对不起 一个最恨妖的人 其实是个绊妖 如果可以选 我也想和你们一样 做一个人哪 你当然和我们一样 在我眼里 一直把你当成朋友 最好的朋友 朋友 我陪着你 一起面对 我陪着你一会儿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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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的妖怪怎么出不进了 这样 你们快去找那恶人 我来电后 那 那你小心 有我在你们还不放心 放心去吧 逍遥哥哥 灵儿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灵儿 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 太好了 兜兜转转 我们三个又在一起了 灵儿 一切都没事了 我这时候 是不是不要说话比较好 李施主一起过往 不知是福是祸 七星盘龙柱 七星盘龙柱 老和尚 你又要耍什么阴谋 你最不愿面对的过往 即将重演 好自为之 大胆狂徒 竟敢私纵犯妖 这次 武定会履行神职 不会让儒等得逞 是你 你不是被我们击毙了吗 不给妖孽生离此地机会 是武的神职 也是儒等的宿命 宿命 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为何还会被逼到这个境地 李大哥 你在怕什么 再这样下去 你会 会死是吗 死过一次的人才不怕死呢 我怕的是你因此不再是我的李大哥 而变成懦夫 小妖哥哥 这里不是索妖塔 眼前的真玉冥王 也不过是拜月制造的幻象罢了 我们走到这里 是因为我们彼此间的羁绊 并不是宿命使然 休得妄议因果宿命 如等宿命 早就为天界写定 我不会让你伤害我在乎的人 一群邪魔外道 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 我既受命镇守此塔 斩除魔祖祸根 乃我职责天命所在 绝不容情 放屁 神又如何 生了六只手三只眼睛 一副嘴脸比妖怪更像妖怪 上天计赐予我不同于凡人之力 就由我必须去做的事情 佛归佛 道归道 神佛也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上天计赐予我不同于凡人之力 就由我必须去做的事情 佛归佛 道归道 神佛也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零儿想要守护神佛 在下林月如 天道往复宿命在 命运既定 运难改 哼 死了还不忘说废话 月如 如果稍后离开这里的时候 有什么意外 你不要冲动 一切让我来 好啊 就让你逞一回英雄 呆瓜小贼 我从没后悔过 李大侠救命啊 李大侠 这里有这个人吗 有有有 就是您哪 您听我说 北野产生 呸 北野老贼 突然把大家囚禁在一起 大肆屠杀 原来 一直以来错的 都是我们吗 对呀 咱们错信了那个老贼 我们 我们费了好大劲才逃出来 还派了一对妖魔追杀我们 哦 我记得谁说过要以身殉道 好像就是你吧 是是是 可光我一个人以身殉道也不够啊 大家的命都捏在北野手里呢 小瑶哥哥 救人要紧 嗯 我知道 咱们走吧 灵儿妹子你不知道 李大哥这一路上紧张你的样子 神倒杀神 佛倒杀佛 简直变了个人 灵姐姐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放心 没什么能吓到我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我们三个 要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嗯 我堂堂灵家宝大小姐 可不会败在小人手下 更不会轻易食言的 倒是你逍遥哥哥 被吓了个半死 等晚上 我给你好好讲讲 月熟 你那副样子我可是记住了 永远也忘不了 你看啊 碑叶老贼设计了这么多 全都是为了你们 换句话说 你们也是这场灾难的导火索 天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 碑叶藏在哪里 你一定知道吧 当然知道 我愿为仙女带路 灵儿 你要做什么 我是碑叶最想置于死地的人 很明显我的存在 对她来说是极大的危险 而之前那些妖魔 和之前神秘组织中的同处一脉 很明显 碑叶和神秘组织脱不开干系 之前我们推测过 神秘组织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复活水魔兽 所以我怀疑 碑叶就是拜月教主 拜月 拜月 嗯 不管是谁 这种行为都会引起灾难 我们必须去阻止 仙女说得对 咱们这快过去吧 不要去 来不及了 我必须去 李大侠 咱们去的是异乐祭坛 你想通了 赶紧来 我再替灵儿妹子喂你一句 你去不去 好 你不去是吧 我去 灵儿妹子 等等我 哟 我听希哥说 你就这么让两个姑娘走了 怎么不说话 在担心他们被老和尚抓走 赵姑娘灵力深不可测 林姑娘又极恶如仇 总不至于输给一个老和尚 看来没我们什么事了 走走走 喝酒去 不 不会 我要去找悲业老贼 莫果实 这才多久 实在怎么泛滥成这样了 看来幕后之人等不及了 要加速用石与地脉 吸取人的惊喜 如果这样 估计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也提上日程了 不要 不要 灵儿等我 月如姐姐 灵儿不会让你作恶的 白月 你明明已经输过一次了 还不死心吗 若真如你所言 为何不见李逍遥呢 归根结底 是你们给我这个机会的 在那一瞬间 让我来到这个世界 让这一切重新开始 我们 你利用了回魂仙梦 在我与水魔兽 合体成魔的那一刻 我便将我们的宿命纠葛 看得清清楚楚 你 你 赵灵儿 舍不得自己的情郎 用女娃族的回魂仙梦 妄图穿越时空 而我将计就计 在回魂仙梦中 利用水魔兽之力探寻 幸运的是 水魔兽与这里的石产生了共鸣 我们也因此相会在这里 我来到此地后 便发现这里的石混合人血 居然是水魔兽的绝佳饲料 不仅如此 石中隐藏的神秘力量 更可以助我与水魔兽更好的合体 所以你便利用地脉的力量 传送人血 那些合体用的人兽 自然也是你搞的鬼了吧 要想学会赢 就要知道如何输 昔日你们阻断我陷技 害得老夫强行合体 说实话 那样的我并无十足把握 与女娃后人一战 所以本次 我必须将水魔兽 喂养至最佳状态 以便随时都能陷技 我也必须钻研好合体之术 以便快速适应这局新的局题 丽二妹子 丽二 劲 赵施主来得正好 方才赵施主问我 输过一次的阴谋 还会得逞吗 不知你看到此情此景 有何感想 求用你们的鲜血 喂养我心爱的水魔兽 是赵姑娘替我们挡了下来 赵灵儿 老夫等这一刻很久了 有你强生的女娲灵力献祭 结合着地脉中源源不断的鲜血 我这心爱的水魔兽 就能够完全复活了 老家伙 不会让你打灵儿的主意 错 应该是打你们两人的主意 因为我上去一个男人进行献祭 我上去 那天 我上去 我下来 没有 你 我要 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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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下来 你 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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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侠就是我 一切不该是这样的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扶手认罪吧 老夫还没有输 这老家伙居然自己了断了 不 他没死 或者说 白月还没死 灵儿妹子 还好 应该只是灵力消耗过度 晕倒了 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让灵儿好好休息 哼 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老爸 成瘾 我换一种方式令你们在一起可好 灵儿 快回去躺下休息 相遥哥哥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的地方吗 当然记得 在仙灵岛上 水很清 风很柔 我在随风飘扬的花瓣中 穿过一片片桃铃 遇到了你 可当我们在回去的时候 一切一切都不一样了 水变得浑浊 风中夹杂着血腥气 那是灵儿和娘亲分开后 遇到的最可怕的事 现在看来 却只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灵儿 已经发生的事 我们无法改变 但好在 现在的你和月如都平安无事 月如 你不是说过 我们三个要永远在一起吗 只要我们停下来 留在客栈里 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这样都在一起 我不行 相遥哥哥 我们留在这里 所有的一切就会留下吗 不会的 如果整个世界都被拜约毁灭 我们之前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无论是这个世界 还是那个世界 都不仅仅只有我们 他们也有生命 也有真实的人 仙灵岛 曾经是灵儿的所有 直到我遇到逍遥哥哥 我的生命中 多了新的寄托 他有担当 无怨无悔地带着我去找我娘 他相信我 即便 我变成别人口中的蛇药 当我被困在索妖塔中最绝望的时候 他出现了 这样的逍遥哥哥 灵儿好喜欢 灵儿也希望和他永远在一起 灵儿 妹子 你实在承担了太多 李大哥 现在的你 还有半点灵儿喜欢的样子吗 可是 我做这么多 只是想和你永远在一起啊 但是 和这样的小妖哥哥在一起 灵儿 做不到 灵儿 月如 你们好不容易才在这个世界活下来啊 石 石灾又来了 救 救命啊 什么 怎么会 这附近的石灾 明明已经清除了呀 爹爹 爹爹你怎么了 孩儿他爹 别管我 快走 不许你们伤害你爹和娘 大跑 你做什么 快逃 你们 我不会让你们伤害无辜的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该死 本姑娘灭了你们 快 突然出现这么多的食灾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水魔兽已经复活 需要吸取更多的鲜血维持魔力 李大哥 你还要再拖下去吗 哟 真热闹啊 变之所向 变之所向 你们放心去找那个坏和尚算账吧 嗯 我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为各位准备一些干粮路上吃 咱们要不要紧 咱们再拖下去了 这先怎么回事 你们还要不回事 你还要不回事 十分之后 你还要不回事 但是我还不回事 小伙子 有出息 保护好自己 等一切结束了 我教你 一言为定 老李 我们这么多人出动 可不是为了看你当缩头乌龟的 百岳 我又杀了你 诸位 恶人正用食灾和地脉的力量 吸收血液 若让他得逞 必定生灵吐炭 当务之急 是各门各派摒弃成剑 携手对抗二人 我天玄门愿倾全门派之力 阻断血液传送 清除食灾 只有这样 才能阻止魔兽洗血 为赵姑娘 李大侠 林姑娘他们争取时间 彻底打扮那二人 天玄门弟子 谨遵少主号令 定不辱命 诸位 我们之前 都上了碑叶禅师的当 差点铸成大祸 这次不能再错下去 好 算我一份 没错 不能让他祸害人间 李兄 我说几句废话 我天玄门弟子各个精锐 没有窝囊费 即便如此 面对如此规模的食灾 也会有大量的人牺牲 他们有亲人 朋友 爱人 但现在 他们选择去面对食灾 更把性命托付给了赵姑娘 林姑娘 还有你 所以答应我振作起来 不能让任何一个弟兄 白白牺牲 不然等事情结束之后 我第一个收拾你 嗯 英雄 谢谢你 喝了药就早些休息吧 赵姑娘他们 肯定能解决这次的危机 谢谢你 我以为别人 不会接受 我是妖这个身份 我们都有不愿面对的过去 好在黑夜早晚会过去 我们未来 也还有很长的路 是啊 天都快亮了 到时候 可以陪我在太阳下走走吗 随时奉陪 救 救命啊 狮鬼跑到北面去制造食灾了 有谁和我去支援 所有天宣外门二级弟子 速捅我前去北方支援 内门二级弟子分头勘察 三级弟子镇守此地 喂 老贾 给我撑住 一定活着回来 那你也别死太快 大家都给我坚持住 西少主李大侠他们 还在等着我们呢 这人和妖兽合体了 这人和妖兽合体了 伤害灵儿和月如的 是你给我这个机会的 我还没正式谢谢你 李逍遥 我 与我何干 你 李逍遥 内心的巨于亏如此之深 在那一瞬间让时间静止 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的巨于亏 哼 你以为你是真的失忆吗 其实根本就是你自己 不愿记起 不然 那座客栈是如何凭空而来 又是谁的执念 化成的那个野蛮丫头呢 哼 原来是你利用的我 今天我们就来把这笔账算清 我一直以来想要守护的 都是假的吗 明明是你们自己搭台 自己唱戏 就是不知道这流下的泪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夏瑶哥哥 你对大家的心意是真的 这就够了 至于这什么拜月教主 不管在哪里 只要他危害人间 就该死 现在水魔兽已完全复苏 鲜血正持续喂养他 这次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灵儿 你除了一声声叫他的名字 还有什么能呢吗 没出戏的东西 还演什么戏 你心里根本就在害怕 如果说上一次赵灵儿冲向我 叫同归于尽 这一次就叫自取灭亡 所以你们在挣扎什么 是要赵灵儿再利用一次 回魂仙梦回到过往 还是你李逍遥 要再当一次缩头乌龟 让两个女人拖着你走向死亡 谢谢你告诉我 一直以来我害怕的 只是灵儿会牺牲 但我从未怕过你 我李逍遥 可能真没什么大出息 不过 我绝不会允许别人 伤害灵儿和月如的 成了 他们成功了 成了 实在污染的地脉都被阻断了 李少侠 李少侠你看到了吗 我们做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蛮青 我终于 终于做成了一件事 我就说我的阿江一定可以的 灭掉这些石还不容易 赵姑娘 林姑娘 李大侠 这一次我们总算做对了一件事 娘虽不能在人世间与你团聚 但娘在天上 也会默默地为你祝福 我以女娲后人之名启示 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苍天有野 自古邪不胜正 老家伙受死吧 有意思 李少侠你要用老天来压我 那我便告诉你 我要打败的是你们 更是天命 来吧 一起上 没有地脉传送的血液还真不舒服啊 无妨 此间的石已助我完成合体 就是十个赵灵儿 我也不怕 志情 少年学剑术 万物为我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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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来战 我以女娲圣灵之名祈求 我以女娲圣灵之名祈求 我以女娲圣灵之名神佛 也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满堂花醉 李大祥就是我 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决 少年学剑术 剑之所向 没有人可以追击 1 2 4 3 4 代替可空 1 5 5 禮可空 1 6 1 7 7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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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2 12 13 13 14 3 5 10 11 13 14 南海 4 10 13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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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5 16 16 17 17 下午 4 13 16 15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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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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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 16 17 17 17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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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在下林月如 少年 在下林月如 不服来战 满堂花醉三千克 剑之所向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决 雷快浮破 雷儿想要守护诗人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你逍遥 想不到吧 在下林月如 少年学剑术 那我都将成为他的一位 在下林月如 中二二三十 我以女娃圣灵 在下凌月如 我以女娃圣灵之名 满堂花醉 三千克 少年 学剑术 李大侠就是我 就是李逍遥 忍不到吧 我以女娃圣灵之名 满堂花醉 三千克 我以女娃圣灵之名 琪 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琳儿想要守护誓言 守护所爱 在下凌月如 看招 在下凌月如 我以女娃圣灵之名 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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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女娃圣灵之名 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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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女娃圣灵之名 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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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运变一小剑 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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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失忆 在下凌月如 不服来战 凌尔想要守护士愿 哈哈哈哈 我还没输 就让我和水魔兽 和你们在原本的世界 做一个了断 那个拜月找到你们 可真是倒了大霉了 水魔兽没得养 祭坛也成了废墟 怎么是你 叫狄厅来 你就这么不想见人家吗 你身上的疤 每次都能让奴家心神荡漾呢 收敛点 不知道还以为 我在这做什么生意的呢 这次的剑 够成英把蝴蝶喂的 白白胖胖了吧 如果他不怕把蝴蝶养死 你管好自己的那半剑就好了 早知道让春蓝多戏弄你一会儿了 一切都结束了 好舍不得呀 哥 你看到了吗 我们是可以战胜拜月的 所以未来没有那么糟糕 灵儿 拜月已经死了 我们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一起生活 好吗 我知道 你做的一切是想保护我 可是 梦早晚会醒的 几年后 你会成为 明阳天下的大侠 会成为蜀山的掌门 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 所以 离开这里 离开囚禁自己的梦 好吗 灵儿 小瑶哥哥 李大娘 易如和月如姐姐 他们还在等你 别让他们等太久 还不快回去 李小勇 走吧 别赖在这里当懒鬼了 你要当大侠 不是吗 月如 灵儿 再见了 雷儿 妹子 苦了你了 能做的都做了 未来 就是她的了 你 雷儿妹子 你何时猜到 那个呆瓜是假装失忆 找到她后不久就发现了 其实 她也不是假装失忆 而是内心的恐惧 让她不敢面对过去的事情吧 毕竟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对她的打击 确实太大了 所以 我想为她制造一个梦 让她看到生命中 不只有绝望 让她相信 未来不会那么糟糕 其实 这个呆瓜心理也都清楚吧 嗯 所以她一定会振作起来 勇敢地走下去 罢了罢了 就让她任性一回吧 既然这件事已了 咱们就该在这里享乐一番 好呀 月如姐姐 咱们一起游山玩水 行侠正义 嗯 我们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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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